賣一百元,希望有一千幾百分 都頗有私意的 贏多點 各位網民,各位Petterson的支持者 現在每星期就要多支持一個節目 因為每一個週中 即是這個星期將會在11月11日 首次隆重推出訪問香港高人貴人成功人士 各行高人人士的interview訪問節目 當然跟我一起做host的 我的cohost 即是我的拍檔就是劉明軒女士 他是一個,大家都知道是娛樂台的主播 前這個有線電視 明貴訪客 這個訪問眾人的香港人的節目 好了,那就說回賽馬了 星期日的賽馬最重要的一場賽事 當然就是group 3的賽 那一場其實就有讓分的 但是那條Q就是一匹低分的馬 輕綁的 跑第一 跑第二 就是 這個 上上都在,很準的 就是 高冬妮那一匹是嘉應之聲 那整天 大舉出擊的羅富全和姚本輝 跑第三 當然就是 一面倒的大二門 就是 緊張大師 很多人一早就認為這匹是接下來的 短途馬王 是嗎? 暫時 未必是 但是 當然 我們要給一些來勝 看看他接下來的賽事 可不可以平反敗局 因為他呢 在星期日呢 就輸了給阿米雪 那一匹是 蟲草 成名 真的是 這匹蟲草 比以前那匹蟲草之聲還厲害 好了 那就真的要說回 是棄育 星期三晚 又跑回九場了 因為呢 在第四場呢 其中一場呢 是不夠十匹馬跑的 這一匹是 這一場只有九匹馬跑 那 就 第三班 跑了千八公尺 那 就 第一 要告訴大家 就是 這一場馬呢 就不是 3T的頭關 3T的頭關 因為有九場馬呢 就是第五場才是3T頭關 OK 那就是第一口孖T的頭關 第四、第五場 那第四場我介紹什麼呢 我是介紹四匹馬的 就是 四號、五號、七號、八號 四號是百姓明驅 雷建威 比何澤堯呢 是有試過 神租好幾貨 那 整個檔 就不是說太好 但是 由於呢 是跑千八 直路長 一起步 直路長 去到對面 那條直路也長的 所以 加上還要轉為軟灣 所以呢 這一場賽事 抽個八檔 不是說差的 那另外一匹 要介紹呢 就是五號的 起電心聲 那一匹馬呢 可以說話呢 就是 希斯 幫呢 是胡氏家族 胡寶昇 爵士夫人 養的馬 養了很久 他們 那 這一匹 就不是放在 高東尼馬國 放在希斯馬國 那就是起電心聲 那 他是澳洲的馬來的 那 那 我相信 會有些錢分的 他撿到二檔 那 蝕恩騎馬 都不是太差 好了 剩下兩匹 要介紹的呢 就是 七號和八號 因為我介紹四、五、七、八 七號 全民皆知 蔡明紹 騎一下姚本輝 姚本輝 咦 十一月 不錯 星期日 連場搏殺 都是有表現的 給一個 是流放 很好的 蔡明紹 這一匹是 善放的馬 拿個一檔 一出 希望沒有阻滯 立刻順放 然後拉回慢 那個前竹 去到 對面過了大石鼓 先發力都未遲 所以這匹馬 是可以倒一圈三匹的 七號 另外一匹 就是曾經 最近贏過的 就是 莫雷拉騎 羅富全的馬 他就是 李佳欣的 這一匹 黃寶 莫雷拉曾經 是 1.6倍 是 看法律局 千萬公斤 都會贏過的 到時 我相信這匹 都會是 兩倍左右 所以 我就介紹 四、五、七、八 但是7號可以買WINPay 大影場 大影場就是 3T的頭關 這場是 全出十二匹 是四班 跑千二公尺 那 就介紹是 兩匹馬 一匹是冷的 一匹是熱的 熱的 就是 3號的 量化寬藤 偉達 偉達 比周俊諾 騎 這匹 不太好 今天跑 法律局 夜馬 用個B欄 都不算太窄 但是 看看 這個洛仔 騎這一匹 量化寬特 騎得好不好 因為最近 全部 都是他騎 全部都是 前二回來的 可以說 去年季尾 就跑第一 今年 季初 就連續 排了兩場第二 所以 這一匹 就會熱的 另外一匹 就會是冷的 冷的 就是 10號 松祖之鳳 但是 上一次 幫一下 呂建威 騎 松祖之鳳 而大冷排 進來的 99倍 就是 過百倍 馬雅騎 但是馬雅停賽 真是慘 馬雅騎 騎騎得少 停 已經 現在跑了17次賽馬 變成 星期三才是17次 已經停了 17次賽馬 停了三次 星期日 還要再停 所以 真是 巴西的 冷殺手 以及 命中率高 很分頭的騎師 又沒有馬騎 所以我今天看見 本馬寶 一尺 為什麼馬雅成績 這麼不差 也沒有馬騎 一尺 知道他原來是停賽 所以第五場 就介紹 熱的 就是3號 冷的 10號 最近 這個 現在是馬的 重組系 那些馬是 頻頻 有成績 所以 既然上一場都可以 後上殺入 一直是99倍的第三 這次 我相信 也會有過十倍的 這個 當 對他來說 沒問題 呂建威 還給他愛將 何澤堯 值得信 這場馬 真是出九匹 有好幾匹馬 可以考慮的 第一匹 就是 摩尼拉騎的 拿一個當 就不是這麼好 最外面 最外面是九當 神之水滴 但是這匹馬 就是 連著名的馬反 好像也是 買回來 給一班 其中一個 這個團體馬 的馬主 是我踢球的朋友 我相信這匹馬 都是 蔡漢的好馬 因為摩尼拉騎 最近 在今季 就跑過 兩次 一次第五 一次第一 上一季當然 跑得好 神的水滴 是 一把 十六磅 就是其中一匹 另一匹 冷一點 就是一號 的 飛霸龍 飛霸龍 你不要小看他 他排什麼 都可以 在 二班 有表現 二三班 如果跑 group race 就不行了 因為始終 他是 九十分 不過 抽個 好當 若然 步速 拉得快 他 在 一檔 省腳程 進去 直路 才衝 又可能 奇兵一路 除了 這匹之外 另外 也要 介紹 蔡漢還有一匹 就是 分分鐘 咬了 神之水滴 我相信 兩匹蔡漢 都是 照去的 就是二號 波劍士 巴西騎士 某個二檔 也 他贏過 37元 讀贏過的 好眼光 所以 這一匹 就要 買賣 另外一匹 就是 家營精英 上一季 是 季尾 贏過 就是 潘頓 贏過 泥地 但是 今次 出了 冷的 馬房 也都是 由年青 這個是 當時得令的 周俊樂騎 所以 一二三 和 六 是要留意 但是 這場馬 認真是 難 什麼 難 猜 哪幾隻會落地 你可以 將 一 二 三 六 去拖 九 一柱 一 二 六 拖 一柱 這樣 這個 是 五十元 四連環 兩柱 即是一百元 那你就可以看 阿嬤 亦都可以 希望 吃幾隻 冷的跑出來 就 買一百元 希望有 一千幾百 分 回報 都頗有思義的 星期三晚 11月10日 在法輪谷的夜馬 B蘭 我介紹的還有一場賽事 就是尾場 第九場 是第三班跑千二公尺 第一筆我介紹的是潘頓騎 是容天鵬的馬 看看容天鵬有沒有手影 還有看看潘頓有沒有手影 因為上一場 潘頓騎筆馬是五十四元 幾好分 在法輪谷千二贏了 希望他能夠保持 保持 很多時候 要靠什麼 你去猜他 匹馬保持 因為你不是說 有特別貼士 我們不是有特別貼士 就是要看他的體重 和神租 OK 另外一筆 就是 也都是最近在第九十六場 替賀賢贏的 也是潘頓騎的 或者潘頓兩筆 你都要兼顧 騎過贏過那兩筆 而一筆就是 熊熊 熊熊就是給姓潘的騎 但是給最近 也算是年輕的騎士 表現得平穩 而可靠的 我講本地的就是潘頓騎 拿個陸檔 然後呢 有一筆可能是 劏了 今晚所有的 我介紹過三筆馬的 這一筆是可以買WINPAY的 胡椒、君曹 徐與石 不是急先鋒 但是這筆馬由於是有質素 一出就已經是冷滿 跑第 也不是冷滿 十倍 跑第三 胡椒、君曹 今次拿到的二檔 田泰安 三哥騎 不顧及 不拖 怎可以 如果是好分 潘頓騎 和莫尼拉騎 九號非凡 九號我也會介紹 因為蔡阿翰現在的馬 可能是 所以我會介紹這四筆 就是 二號、七號、八號、九號 但是如果是 你要五戶村 不只是玩戶村 不只是玩三龍彩 或是連環四龍彩 所以你可以 這個到時 如果多過六、七倍 十倍以下 六倍以上 可以賣 胡椒、君曹 好檔 和這筆馬早熟 買去WINPay 希望大家 多贏 因為 就是 繼續 每個星期都跑兩次 一路跑到十二月 高潮到 就是 國際騎士邀請賽 通賣 這個就是 香港的 一連一度 十月的 賽馬城市 國際 這個是 賽事 由 1200 和 和 2400 四個大杯 是Group One的賽事 來的 記得 like我 Peterson 的賽馬 預測 和 like我 Peterson 另外一個訪問的節目 名字 叫做 明貴訪客 多謝 拜拜 贏多些 國際 三個 五個 一 一 五個 一 五個 五個 五個